2月11日晚,北京冬奥会男子500米短道速滑预赛举行,中国香港短道速滑运动员朱定文迎来自己的冬奥首秀。 不少香港市民在家中收看了比赛,他们表示,虽然朱定文在小组赛中排名第三未能晋级,但香港运动员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仍值得称赞。 随着北京冬奥会各项赛事如火如荼的举行,香港也掀起一阵冬奥风,不少香港市民通过镜头,向中心社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官赛感受。 去回答一些记者爱媒的问题,简直是充满大气和充满大爱。 古艾玲18岁的美少女人见人爱,面对困难,勇于挑战,最终是走上了奥运赛场。 而在自己拿了好的成绩之后,也不忘关心其他的竞争对手,这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体育的精神。 因为我很喜欢他身上的一个自信、阳光、努力、漂亮的天才少女。 因为除了他是很厉害的一个运动意义之外, 我想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意义。 如果这个世界,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,能够有一个好的合作关系, 其实我们生活会更加美好。 冬奥会的这个吉祥物冰敦敦呢,早就成为了我们家的宠儿。 两个小朋友都是爱不释手非常的喜欢。 那整个冰敦敦呢,用了熊猫的造型, 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熊猫,憨太可居。 而且外面呢,是用了这个我们北京的地道小吃, 冰糖葫芦,这样的一个冰晶透亮的这个造型。 吉祥物冰敦敦,我当然是吃了,因为我都有一只啊, 啊,对啦,因为第一,它是吉祥物,第二,真是好恶爱的。 好有趣,因为它有熊猫面图, 而且带着滑雪的头盔,非常之可爱啊。 它的样子也很可爱, 然后在这个那么大型的冬奥会里面, 就是宣传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熊猫, 这个基祥物也是非常的有意义。 冬奥会的吉祥物冰敦敦, 无处不在,更加一吨难求, 冰敦敦集合中华文化精华和特色于一身, 一定是成为2022年北京东澳会的亲善大使。 这一次的这个冬奥赛事呢, 相信一定会引起更多的香港市民对冰雪运动的关注, 起码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家长有很多辣妈, 现在已经开始在要安排送孩子去学滑冰。 今届冬奥会确实是增加了我们香港市民, 对于冬季运动的了解和认证, 我们能够团结为选手一起打气。 通过这个冬奥会, 为香港带来一些新的运动, 或者是新的这种体育的知识, 或者是一种氛围。 所以尽管香港是一个大而大的地区, 可能冬奥对于香港的市民来说, 都有一点点远, 相信这股风潮也可以鼓励更多市民去强身健体, 或者是有更多不同的体育项目的尝试。 我是香港体东奥, 我为奥运建议, 加油!